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白冰冰的名字相信大家一定不陌生 尽管现在她已经坐上了综艺大解答的位置 但她一路以来都颇为坎坷 今天就带大家一起看看她到底经历过怎样的故事 白冰冰命图多舛 而她的情史也令人听之便摇头叹息 而最被大众熟知的莫过于她和前夫韦元一齐的那段往事 漫画剧本家伟元一齐是电影制作人 代表作是小拳王 虽然两人年龄相差19岁 南方还有过一段婚姻 并与前妻育有三个子女 但白冰冰不在意外界的看法 也丝毫不顾家人的反对 坚持拍拖八个月便结婚 然而婚后不久 其老公便外语不断 甚至还在家里对她动起手脚 对这样的行为她当然无法忍受 然而正想提出离婚时 却发现自己已经患有身孕 于是只好再忍下去 期盼新生命能扭转一切 不过委员一齐死性不改 后来她顶着八个月巨度到酒店桌间 看见老公和别的女人在床上 至此死心 随后便买上了机票 回台湾生下白小燕 独自带大女儿 她自己从小没怎么得到母亲关爱 生下女儿后 她便将其视为掌上明珠 用生命去爱她 但万万没想到 1997年白小燕遭遇不幸 而丧女的追心之痛 也成了她一辈子的阴影 如今二十多年过去 每次提到白小燕 她都会泪流不止 最后靠着信仰 才慢慢释怀 尤其这些年 诸葛亮 贺一航 罗佩颖等好友 还有父母相继离世 以及之前面部神经失调 让她更觉得不能再活在悲伤里 要把握人生四处游玩才是 而随着日子逐渐过去 还有媒体爆出 她对生死一看透 身后事也早已安排得妥妥当当 据悉 目前她已经写好遗书 也分配遗产完毕 说会给亲戚留一部分 其余的都捐给白小燕基金会 领花五百万 在白小燕偿面处 心心安乐园上 盖了白氏宗祠 最上层是父母的骨灰 其次是女儿白小燕的骨灰 在女儿旁边则是给自己留的位置 还曾说 这辈子已经是很圆满了 到天上见到父母时 也不会有愧疚 从初到至今 白彬彬入行已有将近五十年 人生际遇十分曲折 但她从不向命运低头 因为她的作用名是 如果相信命运 就绝对不会拥有今天 此外 当年她与日本老公委员 一起离婚后 也谈过几次恋爱 在女儿离世后三年 曾有朋友介绍她认识了 当时的连胜通讯总经理 廖树兰 两人交往七年 曾一度分手 她后来含泪澄清 没被赶出家门 单纯吵架收拾东西回家 没多久就破镜重圆 但好景不长 终究分手收场 两年后 在好姐妹的介绍下 又认识了时装店老板 严永和 但在交往六年后 还是已分手高中 如今 单身多年的她 已经看待一切 也经常说 还是单身好 老了以后 就跟闺蜜 互相照顾 互强求感情 心灵相伴 比身体重要多了 事业中 她更多的是在电视台 当综艺女王 不过也曾出演过几部电视剧 在《双想炮》中 就曾饰演过陈豪的母亲 也是胡冰又惊又怕的丈母娘 剧中的她 是一个无时无刻 不为女儿婚事担忧的母亲 和陈豪虽会闹点小矛盾 但也算是一对活宝母女 在《双想炮》中 她也算是本色出演 如果白小燕没有去世 那么也应该到了 谈婚论嫁的年纪 当时痛失爱女的她 在几年后 曾想要人工受孕 再生一个孩子 只是年事已高 已不再适合生小孩 在连续受孕15次 打针打到全身浮肿 手脚肿到无法下手后 只能从肚皮 把受孕针打进去 可是折腾到最后 她还是不是和受孕 不得已之下 放弃了这个想法 还好这些年 她一个人撑了过来 更幸运的是 虽然没有通过人工受孕 生下小孩 却认了音乐才子 杨宗伟为刚儿子 总算不再是一个人了 只是白冰冰 或许是因为年纪大了 平时总会出现一些健康问题 而且还比较频繁 她自己就曾说 有次吃饭竟然一时血压猛飙 而且导致血流不止 之前上节目的时候 她详细地描述到 某天中午用餐时 她吃着吃着 就觉得右边鼻子 有鼻水要流下来 没想到一看竟是鼻血 接着滴在头下方的炒饭上 而且鼻血血量很大 并说 以至于整个都变成红色炒饭 像水龙头一样 哗啦哗啦一直流 最后紧急送医 血还是没有止住 甚至眼睛 耳朵都流出血来 医师问她 是不是血压高 她回说平时都是低血压 但经测量 血压仅飙到220毫米拱住 请医师问文化 她一紧张 血压又飙高到250毫米拱住 她在事后还原始发经过 表示自己送医后 大家非常紧张 而且过了一个月录像 自己又发生嘴歪 大小眼等问题 本来不以为意 回家倒头就睡 不料隔天早上 她的脸整个歪掉 就像是中风一样 进而就医后 发现是颜面神经麻痹 她在血压飙高 颜面神经麻痹后 终于开始很积极地 调养身体 早上电疗 下午按摩 晚上针灸在看医生 因此在短短21天后就痊愈 虽然她是虚惊异常 并没有发生脑中风 但她也叮嘱大家 如果发现自己血压飙高 除了情绪过度激动 等心理因素 有时确实可能是中风症状 所以也希望 大家一定要重视这个问题 而联合医院中兴院区的 医师吴亦清 还在她的社交账号中提到 在血管阻塞的中风初期 脑部血流量会下降 身体这时会起反射动作 把全身血压拉高 来增加脑部血流供给养分 故而在生活中 如果发现自己无缘无故 血压飙高 就要小心脑血栓阻塞的问题 幸好白冰冰并非此病 不然许多观众都要伤心不已了 此外 在演艺圈中奋斗多年的白冰冰 也存下了不少积蓄 多年前 她曾在领口花费1.3亿新台币 买下共300多瓶的四层楼 透天别墅 相当气派 当时三立综艺完很大的主持人 吴宗憲和Keith 甚至还特地前往探访 内部华丽的皇宫风格装修 令人太为观止 不少网友都说 自己也想去体验一把 而近日又有消息传出 白冰冰在新竹峨梅乡 再次砸重金买下豪宅 内部高档设计 再次被放到网络上 引起热议 之后 曾有记者求证其经纪人兼好友陈孝志 对方表示 白冰冰确实有找她到新房子玩 但是最近被诈骗集团索骗 加上忙着处理银行事务 因此没时间参观 而她本人则很低调 始终都是敷衍记者的话 不愿多谈相亲 但是从网络上曝光的影片可见 白冰冰的新竹豪宅 占地估计打百平 房价粗估破亿 其中不仅有绿油油的大草坪步道 从景观窗往外眺望的话 还能欣赏整片清澈的湖水 而内部装潢同样采用一贯的 皇室华丽风格 十分气派 影片中也能看到白冰冰不断比着手势 开心的招呼好友参观 大伙也非常享受景致 以及房子带来的舒适感 而在谈及在新竹购物的奇迹时 她说是因为疫情无法外出 恰巧得知王忠平在新竹山边开咖啡厅 当时还笑说 傻乎乎的忠厚老实人 在那里开谁要捧场 于是白冰冰便带二十几位贵妇 前去捧场喝咖啡 她一去看见小木屋 就评价了一番说 舅舅的观光点开咖啡厅 还不装修好 嘴巴一边念 眼里却看见湖光山色 于是她就向王忠平提议 帮对方解套 然后把房子卖给她 买下房子后便着手改建 还直呼 水源区法规很严格 所以仅有简单装潢 移山坡而建 至于购物价格如何 她则说 这是跟王忠平的秘密 但紧接着也说 不会占她便宜 因为在自己心里 总是想着 越老实的人 就越想帮助她 更说买了之后 大家都说 福地福人居 所以认为她们互相都有福气 因为王忠平解套了 她也获得了喜欢的地方 可谓是一举两得 而最近 关于白冰冰的消息 便只有她主持 逐线跨年晚会的事情 据说 她为了这场晚会 精心准备了三套 女王级登台礼服 还提及 去年因为遇到霸王级寒流 冷到大衣脱不掉 这次特别看了气象预报 就提早制装 只为了呈现 令人惊艳的舞台效果 另外还表示 与老战友沈玉林 一起主持 自己非常开心 两人的风格正好互补 把现场气氛 炒热到最高点 其实沈玉林 也主持过不少跨年晚会 之前还曾到外岛去 让她很是难忘 那次场地 也是在空旷的户外 整个寒风刺骨 即使已经穿上发热衣 和发热裤 在台上进行访问时 双脚仍是抖道 无法控制 过程还靠小酌一杯 高粮酒暖身 去年则是主持 在线跨年晚会 在一个可以容纳 三万人的场地 眼前是一片草地 跟五只野狗 但她依旧迈离呐喊 所以今年在新竹县 主持跨年 完全得心应手 如此敬业的两个人 在本次主持中 也是默契十足 堪称完美搭档 纵观白冰冰的一生 她虽然生长于贫穷家庭 但仍旧通过自己的努力 一步步走到了今天的位置 然而 老天似乎嫉妒她的幸福 屡屡夺走她心中牵挂 实在是令人唏嘘 希望她能在生活中 可以继续好好地照顾自己 也愿她保持一个健康的体魄 为观众呈现更多精彩的瞬间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别忘了动动手指 点击订阅 点赞 分享哦 我们下期更精彩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